到底水果浸泡工艺的陆酒 大家是否喜欢喝呢 俗话说实践是检测真理的唯一标准 怀着这个理论 我开启了一年 要请大家品尝反馈的活动 每一批浸泡周期都在三到六个月 所以今年一共做了四匹酒 正好一年做个总结 第一批是红枣狼木泡酒 酒精度30.4 含糖量23.56 送这块酒是因为我第一次感受到红枣的香气 浓郁的枣香绵整丝滑 酒精度很高 但入口依然舒服自然 有些朋友反应过甜 和酒精度略高 所以在做第二批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时候 我适当降低了酒精度和含糖量 分别是22.8度和8.4的含糖量 还有朋友说酒精度高 但说甜的明显少了 送这啤酒是因为草莓的果味 跟威士忌橡木桶的味道融合的非常好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酒和水果滋味互补的美妙 第三批 做红茶荔枝酒的时候 我又降低了酒精度 12.9度 含糖量6.3 这款酒主要是红茶滋味 弥补了纯荔枝泡酒后口单薄的缺点 也是比较不错的组合 第四批是胭脂枚泡酒 正在检测中 这款酒的特点是梅子的酸爽感 有一股泥爽到底的穿透力 通过这一年的反馈 我认为浸泡果酒 最终酒精度在10-15度 含糖量控制在6-7左右 应该是适合大多朋友的方向 最终下来 微甜的口感 清新的果味 后口酒精微妙的刺激 应该是最好的果酒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